为什么在中国 千金南球的野味 在美国却已经泛滥成灾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就这一头猪 能把美国绞到天翻地覆 让老美头疼不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和小马克一起来看看 野猪是怎么在美国榨根 成为了当地泛滥成灾的动物 你要知道 国内的猪肉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去年有段时间 全国猪肉暴涨 甚至和牛羊肉价格吃平 导致国内吃不起肉的现象 而野猪和国内的肉猪相比 它们的肉质更好 营养更高 可以说是千金南球 那国内买不到吃不起 在隔壁美国却是另一种景象 当地可以说是野猪肆虐 有的野猪脾气暴 甚至直接吸引人类 连不了生活 为了阻止野猪全方面的入侵 美国平民也拿上了武器 在休闲时间内 拿野猪练枪 胜长连特鲁不对 也会开上直升机 拉着队员练习空对地射击 看看这场面 这好像拍好了舞打片一样 这贤熟的枪法还真是拿野猪给炼出来的 为啥野猪在美国能死虐呢 那最重要的还是 生物猎猪吃 其实野猪并非美国的当地动作 早在16世纪 世界贸易逐渐完善 那世界各地的探险家纷纷的踏海远航 都由全世界 由于路途长 一般需要半年的时间 所以啊 需要的食物也很多 那生命力强 繁殖力快的野猪自然成为了探险家们的肉类首选 这么一来 野猪也上船 走向了全世界 那虽然大部分野猪啊 都在路上被吃掉 但是还有一部分 由于券案意识不强 那登陆之后啊 就奔向了新大陆 由于啊 新环境内根本就没有天敌 所以野猪 开启了神仙般的生活 疯狂的繁殖 直到90年代初 那美国发育了几个世纪的野猪 终于彻底成型 开始啊 四月美国 当地的农作物 以及本体的动植物啊 都受到了严重的危险 偷吃装甲 吸气吸引人和居民 破坏公共设施啊 这些事件 累累发生 那美国国务员部 曾经做过大概统计 美国每年有个野猪啊 损失掉十亿倍的野猪 可事业之死 想要在短时间内 解决野猪翻来的问题 已经是天方夜谭 所以啊 当地在下令 人们可以肆意的捕捉野猪 这就形成了开头 全民开枪捕捕野猪的视频 那野猪在美国 到底有多少呢 总之啊 美国人们把野猪视为 长老皮色的长狼 这足以证明他们的数量了吧 相信大家 多少有点好奇 那野猪的肉质这么好 为啥老美不吃现成的美味呢 最主要的还是 美国人的饮食习惯 和咱们不同 主要以牛肉为食 对猪肉呢 并不感冒 结果少部分人 吃猪肉 那中国吃货肯定会说 那为啥不出口到中国呢 首先啊 中美之间隔着太平洋 运费极高 另外 国内的猪肉已经下降 售价并不贵 那进口的猪肉到咱这里 说不定还有亏本 所以说 这场路基本上相同 但猪鬼野猪啊 真的出口到中国 咱们的吃货 真的能帮老美解决咱们之急吗